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也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新生的生命能够不停地追求 在主的理念不停地长大 那我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以夫所书 以夫所书的三章第一节和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有吗 我们的周报上面有 要么大家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三章第一节 请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 替你们祈祷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安保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当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头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困惑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彻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神能造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 阿们 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坐在你面前的我们 都是你的儿女 是您宠你的圣灵生的 我们尤金真是何等的蒙福 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 是蒙您宝宝怀揣的 从睡手到年中 是您的眼目所眷顾的 天父我们是爱您的 也爱过您的话语 更渴望在您的道中经历你 更多的爱你 厌世你 天父求你在以下这个时间里 与我们同在 保守的心 专注在你的话语上 保守我们讲的与听的 都同感一灵 同有得着 同被造就 主我们谢谢你 还就这样不配的祷告 是奉到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 是在祷告中经历神 在祷告中经历神 有三方面的学习 第一方面就是 祷告的根据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祷告的确据 第二方面呢 是祷告的内容 第三方面呢 就是祷告的结果 我一直在和大家分享 以乎所说 那我们知道以乎所书呢 它是一封监狱书信 是保罗在狱中 为以乎所教会 以及众圣徒说写的 在三章一节呢 这样说 因此我保罗 为你们画一帮人 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 替你们祈祷 我们可以看这周报 和我一起来学习 从这一节的经文中呢 我们看到保罗 他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保罗的处境是一个 很危险 很艰难的 他是被囚在了 罗马的监狱里面 这个时候 他当然是没有自由了 他人身是被 是被捆绑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保罗 他 如果是我们的话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逼迫当中 我们第一 想到的应该是怎样 为我们自己祷告 求神来帮助我 脱离这个教育的捆绑 那个监狱的捆绑 脱离一些恶劣的环境 这是一般的信徒 所想到的 都是怎样 先为自己来祷告 求自己的事情 可是保罗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没有看到 他为自己求什么 他也没有让信徒 为他求什么 根本就没有为自己祷告 而他却为谁祷告呢 为教会祷告 为以夫所的教会 还有普天下的众圣徒来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学的这个 这点信息呢 主要是讲保罗 他在父神变前 屈妻 为的是以夫所的教会 以及普天下的众教会来祷告 我们知道 如果要了解一个信徒 他的这个信仰 是什么样 或者是说他 所关心的焦虑的是什么 我们从什么上能够知道 他的生命如何呢 从他的祷告上面 我们就知道 这一个信徒 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 我们所关心的 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的事情 会放在首位的 包括我也是这样 每次在于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想的都是 先把自己的事情 先跟神讲 然后可能会想到 教会的事情 这个是真的是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应识到以后呢 才知道把这个顺序改变过来 就是说 先以神的国度 为首位 然后再想到 自己的家的事情 是最后应该想到 自己的家 我相信这是 需要我们一个过程了 就是学习的过程 我也知道啊 我们的祷告 如果没有负担的话 那个祷告 其实也不起什么作用 只是说 自己对了空气说话而已 所以说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一定是有负担 不论是 为什么事情祷告 或者为某个事情 每个人祷告 都是你对他有负担 才有这样的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 他是对教会有负担 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他对天下的众信徒来祷告 就因为这是他的负担 说到这里 我想起我妹妹 头几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就在微信里跟我讲 因为他已经是信主 十几年的一个信徒了 生命还算 应该算还挺追求的 那当他祷告的时候 他都是为先把全世界的什么 神的国度放在第一位 然后国家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然后是他们教会的事情放在第一位 然后也把中国的主席放在第一位 也为习近平祷告 好像就是为全内的灵魂祷告 感觉他的祷告就好像是 没有他超过完的心 好像是说他很大的一个负担 为所有人祷告 有一天他跪着地下就这么祷告的时候 那他的丈夫就在旁边就取笑他 因为他丈夫也刚刚信主 刚受洗可能也就有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丈夫就说他 媳妇啊你太超新了 这事情都要你超新了 国家主席的事你要管 那习近平他受不受洗 是他媳妇的事你管他干嘛 就这么说他 那我妹妹知道他就不明白 然后他跟我妹妹讲说 你要为人家的事情祷告 我妹妹就跟他讲说 你要知道先为神的国度祷告 求神的国度神的义 然后你自己家的事情 神就都加添给你了 其实你不求的时候 神也会眷顾你的 那他听了以后 他就半信半疑的 他也为了那边祷告 那当他祷告的时候 他真的也是为了全世界的 国家的什么事情都开始祷告 可是他的祷告就非常快 就是感觉到是不用心 就是一两句话就带过去了 然后接下来怎样 就为自己家祷告 为自己祷告 为儿子祷告 为妈妈祷告 为公主祷告 为所有的事情祷告 一样一样的祷告 一件一件的祷告 非常细的祷告 然后说完以后 他觉得神好像听不清 然后再诚服 又怕神忘记 然后就再重复 一遍一遍地在神的面前 为他自己的事情祷告 当他祷告完了 觉得神都听到了 然后起来了 我们看到我们信主的 这个生命呢 也是这样 刚信主的时候都是这样 行的 都是自己的事情 只是慢慢慢慢地觉得 神在我生命当中 不同的引领的时候 才发现 原来我把神放在地位的时候 神真的就眷顾我 所有的一切 其实也不用我 才为我自己的事情操心 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没有保罗这样的生命 但是我们要学习保罗 他这样的一个态度 为众教会祷告 为众信徒祷告 都没有想到为自己祷告 并且自己是在监狱里边 是在罗马和监狱里边被困保 这是我们就是说 在神的面前要学习的 在无论多么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要学习 为神的国度祷告 为教会祷告 我们的教会 不停地增长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祷告 我们要想到 神的家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 就是说 我们要祷告 学习的这个态度 那我们祷告的根据是什么呢 我们祷告 怎么能知道是 跟神讲话 怎么知道神会垂听呢 那这个 就是在三章的 十四到十六节的上半节 有这一段话 那我们讲 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 十四节这样说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期 天上地下的各家 都是从他得名 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借得他的灵 我们在这个三章 世界中 以因此开始 那为什么 以因此开始呢 这里的因此是指什么呢 是指上一次 我们分享的信息 在三章第六节 就是关于神的 旨意和 神旨意的奥秘的事情 也就是说 神在创世之处 有关教会的奥秘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就是外邦人 就是我们这些选民 我们本来是 与神的国度无关的 可是呢 神拣选了我们 我们属于外邦人 被拣选的 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 因着信了耶稣基督的原因 得到了这个福音 然后呢 就有谁呢 与那个犹太人信主的 与犹太人信主的基督徒 我们在 一起怎么样 一同成了神 上帝的儿女 这是神奥秘的第一个 就是神指引奥秘的第一个 一同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普天下宗教会 只要在耶稣基督里边信主的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我们都一同成为上帝的儿女 就像刚才随着老魏 问他们几个 你们今天是什么身份呢 你们是神的儿女 这是因为我们信耶稣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奥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一同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 神给我们立了产业 这个产业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才能够得到的 所以说在基督之外的人 没有办法得到神有的产业 那个产业很丰富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永生 在耶稣基督之外是没有的 那第三方面呢 第三个奥秘是什么呢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一同承受 所给我们的应许 就是各样属灵的福气 这样各样属灵的福气 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呢 都会慢慢的经历 包括我们人生当中 很多的艰难 顺与不顺 喜乐哀痛 这些呢 都是神在应许当中 会在接着我们一样的 一切的环境 赤福给我们所有的福气 要我们能够经历到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奥秘 有三方面 一方面是一同成为神的儿女 另一方面是我们承受产业 第三方面是我们得到神的应许 有各式各样属灵的福气 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这是神子异的奥秘 所以保罗呢 在这里呢 因为他明白神子异的奥秘 所以呢 他才赶平着 神子异的奥秘 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来求神 也就是说 我们的祷告前提是什么 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 保罗在神的面前祷告 是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他敢在神的面前来祈求 我们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祷告 是不是合神的心意 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上 在神的旨意上 这样呢 才能够蒙神的垂听和成就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我们祷告的根据是什么 那这里边呢 要我们看到有三方面的根据 第一方面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向谁祷告 保罗说他在 他在父面前屈欺 也就是说他向谁祷告啊 向我们的父神祷告 我们也是向我们的父神祷告 尤其是我们都信了主 我们是同有一位父神在天上 保罗向天父祷告 我们也要向天父祷告 这位天父是我们祷告的对象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向我们的父神祷告 我们不可 就是没有必要说我 不好意思脏口 我脏不开口 因为我有我肉身的父亲 这个天父我就没有办法脏口 一定要知道 他是你属灵的父亲 每个人的信主的那一刻 有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 你就是属灵的孩子 在神的家中 是从灵神的 真的是天父的儿女 你是向你的父神 亲身生理的父神祷告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我们是跟我们最伟大的天父祷告 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你要知道 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是怎样的一位父亲 我们肉身的父亲 我们有时候都不是太了解 虽然他僧你 你和他一起在他的家中长大 当你离开他很久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你不了解父亲 父亲也不了解你 可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祷告的这位神 他是我们的父神 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们必须知道 才能够在他面前 说那个敞开的祷告 才能够知道他的应许是什么 我们祷告的神 他是荣耀的神 那什么是荣耀呢 什么是神的荣耀呢 神的荣耀基本上就是只有两点 一是指神的君贵 另一方面指神的全能 就是神的君贵和神的全能 四篇四九篇第一节这样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情仓全阳他的手段 也就是说整个宇宙都在 整个宇宙的存在 不过是述说神的荣耀 你我的存在 不过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你知道 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 就是为了述说他的荣耀 你我今天活在世上 不是为了吃喝穿淡 不是为了我有多少的产业 而是为了荣耀他 荣耀这位父神 由何形容神的荣耀呢 有一牧师他讲到的时候 这样讲 他说神的荣耀就好比是 你有一块宝石 这宝石被那个钻石 被那个阳光照耀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有五光十射的 这个耀眼的光芒在散烁 他会被吸引你的眼球 神的荣耀呢 还好比说我们过节的时候 放的礼花 这个礼花我们知道 会有各式各样的礼花 五彩缤纷的礼花 一会是这个样子 一会是那个样子 我们如果站在那个外边 就会不停地被他吸引 他说神的荣耀 用我们最想不到的思维去想 就好比是这样的荣耀 一直吸引着你 一直让你去看他 不会去注意别人 你以为你的妻子是你最爱的 你以为你的丈夫是你最爱的 你的耳末是你最爱的 可是到那个时候 我们复活在天上的时候 每一个人你都想不起来了 你只看到耶稣的荣耀 只被他的荣耀抓住 他说那个荣耀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这个荣耀就是我们神的荣耀 是我们永生神 他的军贵权柄 说彰显出来的荣耀 我们的神 他是荣耀的神 他的荣耀吗 第二点又讲 十六节的上半节这样说 他丰盛的荣耀 其实在原文里边 他丰盛的荣耀 讲的是他荣耀的丰富 就是说他的荣耀是丰丰富富的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维来想象 我们想象不到了 他的荣耀是充满万有 他的全能也是同管万有的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有这样一样一位父神 他如今是你是我的神 是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真的是只有这一位父 我们是从他生的 这样一位父神 有全能 有荣耀 有全名的父神 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生命当中引导者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再惧怕 世上一切的难处 这是第二点 就是要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第三点呢 祷告的趣力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内住 在16节的第3话节量说 借着他的灵 就是借着他的灵 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跟父神祷告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有圣灵住在里边 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帮助我们来传达我们的心意 帮助我们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 我们知道圣灵他是有生命力的 他是有能力的 他是在我们的里面运行的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那一刻 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边 我们的里边是大有能力的 他是上帝的灵 是主耶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是以肉身的形式和门徒住在一起 是面对面的 而尤其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更近 他直接住到我们的心里边来 主耶稣住到我们的心里边来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是被世界掌控的 那被世界掌控的心就已经挪出去了 而主耶稣进到里边 他进到里边以后怎么样 他就在我们的里边掌权 他在里边作王 他在里边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 如果有这样一位神在你的家中 在你的心里边来掌权做主 你还有什么可软弱可惧怕的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如今我们是有圣灵住在里边 是天父和耶稣的灵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住在我们的里边 我们根本就不用惧怕事上一切的难处 就不用惧怕事上一切的环境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祷告的确定是什么 一是我们有荣耀的父神 他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父亲 另一方面他的荣耀是丰富的 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有圣灵的内住 这圣灵是住进来 他就不会走的 圣灵的内住不像我们出去旅游 我去哪里住几天旅馆我就回来 圣灵的内住是一住进去 就永远住在里边 他是不走了 他就住在你的家中 所以说我们有这位三神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是极其的保贵他 极其的喜乐 我们没有软弱也没有惧怕 这次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祷告的确据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祷告的内容 经文是在十六节的下半节到十九节 祷告的内容呢实际是有四方面 一方面是得力量 一方面是有爱心 第三方面是知道他 第四方面呢是被他充满 十六节的下半节这样说 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 也就是说我们有何样 心里边的这个力量刚强起来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只能向神求 我们是有圣灵住在里边了 尤其我们刚刚受洗的也是 我们有圣灵住在里边 可是圣灵住在里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力量并不刚强 是软弱的 我们和世上的信徒 和世上不信神的好像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当我们向神去祈求 求你使我们里面这个圣灵的力量 刚强起来的时候 神会加给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人生经历不停的这个环境 让我们的信心呢不停的长大 然后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力量 就会刚强 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向祂祈求的 就是求神叫我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耶稣在约翰文言十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说 人若爱我 就必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你看神清楚地告诉我们 父与子一同来到我们身边 一同来到我们的心里边 和圣灵同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是有圣灵同住的 并且是父神指神和圣灵是同住在我们的里边 这是我们的信心刚强起来的这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有神同住 圣经中的这个心呢 其实是指一个人的中心 它包括人的感情 思想 理性 和意志 它也是灵魂的一个城堡 我们常说 得到某人的心 我就得到他了 圣经也这样讲说 得到心就得到一切了 主耶稣呢 他是住在我们心里的 他住在我们心里边呢 我们心里边就有力量 那我们的力量呢 是从主耶稣来的 不是我自己想要刚强壮大 是靠着耶稣的圣灵住在里面 是我们的心里刚强壮大 那因着这样的信呢 我们就紧紧地抓住神 赐给我们的力量 然后让神的力量呢 成为我的力量 然后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呢 就是逐渐地刚强起来 也许你会想 那我信主了以后 我还会犯罪 还会跌倒 但是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彼得 他也犯罪 也跌倒 可是因着他是信主的 有圣灵同住 神就会刚强他 神就会扶持他 同样我们也是 我们虽然跌倒 但是我们不要惧怕 主耶稣的宝血 就是天天来竭尽我们的罪 圣灵就是在里面 天天扶持我们 是我们软弱的 变刚强 跌倒了 被扶持起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紧紧抓住神 让神住在我的心里 我们不能把神赶出去 我们不能说 我对神可信可无 我不能站在中间的地位 或者是说 好像他有 好像有没有 你信就是信 不信就是不信 信就有了圣灵在里面 不信就没有 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要欺骗自己 不知道自己 以为自己受洗了 是基督徒 可是自己却还没有信 所以每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主了 我是不是真的有圣灵同在 因为你有圣灵同在 你才是得救的人 没有圣灵同在 你是不能得救的 所以我们自己在行的过程当中 能够经历到圣灵的引导 你就能知道 你是有圣灵同在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里面的力量 是有根据的 不是凭着自己 凭空想起想象的 第二点呢 就是求主叫我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实际也说 叫你们的爱心 有根有基 这里面讲的根与基 是两种比喻 我们都知道 植物的根部 它进入到泥土的 最深处的时候 它获得的营养 和水分是最多的 那建筑物 它的根基 打得最深的时候呢 这个建筑物 它是最稳固 就是牢靠的 我们属天的生命呢 其实也是有耻 也是说 我们要进入到 神丰富的话语里面去 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 来吸收神给我们的营养 然后呢 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 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这样我们的生命呢 才是有根有基的 而不是说 我是有爱心的 那我和弟兄姐妹们 可能就是 这一刹那 我是相爱的 然后过了转身以后呢 可能就不爱了 不是的 神给我们的爱是 永远的爱下去 因为那个爱不是出于我的 是出于神的 如果我们说 我是爱神的 可是呢 在我们心里边呢 却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那个爱 其实呢 也在你心里边 没有神的爱 所以我们自己 要常常思想 我爱弟兄姐妹 爱我的家人 我是出于神的爱 还是出于我自己 肉身的爱 输血气的爱 如果我是输血气的爱 你是百分之百 站立不住的 环境一灵到你的时候 你就爱不起来了 可是出于神的爱的时候呢 你会管教自己 会忍耐 会让自己以耶稣的爱来 包容别人 这个爱呢 是出于神的 所以我们自己来 就是来思想 我们对人的爱 是不是出于神的爱 如果是出于输血气的爱 那我们就来对付这个爱 把耶稣的爱 接到我们心里边来 只有这个 耶稣的爱心的这个 建造上面 才是有根有基的 这是最坚固 最牢固 最牢靠的 那什么是爱呢 爱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四到八节 有这样说 我们大家都会背着 这几节经文了 爱是恒久隐赖 又有恩池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挚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是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这个是爱的定义 想想 这个爱是指着神的爱 不是我们那个 属血气的爱 如果我们活不出 这样爱的生命来 那就证明 我们里面的这个爱 那个源头 没有接到 耶稣的爱的生命上面 是处于自己 属血气的爱 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 在弟兄姐妹之间 要建造这个生命 必须是建造在 耶稣基督的爱的里面 才能够有这样 属灵生命的果子 所以我们常常要 读神的话语 知道这个爱到底是什么 不是我自己 我想要爱你就爱了 那你不爱我 我也爱不起你来 你爱我 我才能爱你 这个是属世的爱 所以这样的爱 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成长 要我们的生命建造 有根有基 第三点呢 就是求神 让我们知道基督的爱 我刚才讲的是 我们的爱是什么样 神要给我们的爱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也怎样去爱 那由于呢 第三点呢 讲的就是说 神让我们知道 基督的爱是什么 基督的爱是什么呢 我们这十八节中 有这样的经文 告诉我们说 就得以有能力和众圣徒 众圣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 在里面讲的明白 这一个词呢 在原文当中 它是有两方面的意识 明白一方面是指着 我们的头脑明白 另一方面 就是我们自己的亲身 要有经历 这个明白 一是讲我们自己 头脑要明白 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 要有经历 所以你知道啊 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 它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就是说 我们在真实上 不停地学习 我们在经历上面 要不同的经历才可以 在我们教会当中 我看到 有很多的群里面 有三个小组 然后加上我们 自己家里面 有几个小组 其实我们的小组 我已经还算可以 很多人 我在微信上面 看到大家学习 都很认真 并且生命好像都不错 我们的话语呢 真的是得到很多 不停地被建造 那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 就是行 我们在行上 来经历神的话语 然后才能够知道 那神是神的爱 无论我们的环境是什么 可能是平安顺利 也可能是逆境 但是经过以后 顺着神的话语去行 经历了以后才知道 原来是神的爱 所以我们不能 只是有知识 而没有经历 我们必须要去经历它 这才是我们 在神的话语上 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 也许你说 那只能 我们怎么做 只是靠主日来吗 还是参加小组 其实也不是 我们每天自己 要在神的话语上面 来追求 神只是借着我们 把话语讲给你们 神也借着你们读圣经 来把话语供应给你们 我们每个人可以 在神的面前 直接跟神求 在读经的时候 跟神讲 求你开启我 让我明白 你到底讲什么 当你这样在神的面前 直接跟祂有交通的时候 神就会带领你去听 带领你去行 并且引导你 能够专爱祂的旨意当中 你的生命就一天天的长大 虽然有环境临到 可能是苦难 但是经历以后 你是非常的喜乐 所以我们看到 让我们明白 耶稣的爱是什么 在约翰 耶稣4章16节这样讲说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4章1时节这样说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差异祂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从圣经的话上 我们知道 耶稣神爱我们 就是祂为我们 做的救赎 神的救恩 这是神极大的爱 给了我们 我们从个人经历上来讲 我们经历到神的救赎 知道我们有永生得救了 可是在我们 这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常常会觉得 我所信的这位神会 我祷告的时候 不蒙垂听 或者是说 我祈求的时候 祂也不开门 就会觉得 我信的这神和讲的 好像不一样 我想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是个罪人 我们常常就是 验着我们的罪 会拦着我们的神的面前 祷告的成就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所要做的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解决我们的罪 然后才能够经历到 神的祷告的水平 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对神的爱的了解 不是完全的 因为每个人 都是不完全的人 我们每个人 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 你一部分 他一部分 谁让我们才能够 把神的爱 完全地彰显出来呢 只能说 从历史历代 所有的众圣徒的身上 才能够看得见 也就是说 所有的基督徒 都合在一起 才能够把主耶稣的爱 活出来 让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完全的爱 所以这样的爱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我们住在这里边呢 可能有一百多位弟兄姐妹 每个人经历神 一个爱的显现 也就只有一百多个 普天下众圣徒 从历史历代的众圣徒 大家和爱合在一起 才能够把耶稣的爱 彰显出来 我们想想 耶稣的爱有多大 祂的爱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这是我们的神 是这样 爱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常常在神面前 祈求祷告的 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神给我们的爱 实在是太大了 神给我们的爱 用四个度量词来形容 就是什么 长阔高深 你说耶稣爱我们有多长啊 耶稣爱我们有多长 祂从创世之初就爱了我们 在你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祂就已经爱了我们 包括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人 在世上的时候 神已经爱了我们 从亚当一直到我们见神的那面 神一直都是爱我们的 所以祂爱我们的 时间是最长的 从永恒 从创世之初一直到永恒的 到我们所有被监生的人 见到神的面那一刻 祂一直爱着我们 祂的爱是最长的 你以为你的丈夫爱你 一生一世 对不对 妻子爱你一生一世 这是能够走到头了 都已经觉得很长了 一个夫妻活在一起六七四年 可是神爱我们 从我们没出生的时候 就爱了我们 包括到我们见祂面的那一刻 神爱我们是永永远远的 一直到永恒的 这是讲耶稣 祂对我们爱的长 那从永恒来讲 祂爱我们是最宽阔的 有多宽阔啊 我们的心只能装 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多了一点就装不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容纳 神爱我们 祂的心是宽阔的 宽阔到什么程度呢 是达到天下万主 包括所有的人 天下万主 包括所有的人 神的爱是我们无法彻度的 祂的爱 荣下全世界 荣下万事万物 所有的一切被造的 都是在祂爱的范围之内 这是祂爱的宽阔 在马太福音五章 四十五节这样说 因为祂叫日头 照好人也照歹人 叫你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也许我们住在这里边 我们会想 我是基督徒 今天神爱我 拣选了我 我成了祂的儿女 神爱我了 可是神 刚才讲过 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然后呢 降与给义人一个不义的人 神爱万事万物 所爱所有的人 包括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 都是神所爱的 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心胸的宽阔 祂爱天下万主 包罗所有的人 那从爱的程度上来看呢 祂爱的程度是最深的 神爱我们的程度是最深的 深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所有的痛苦和罪孽 祂都能够达到你的地位 能够达到那个位子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 哎呀我的 我的这个痛苦神没有办法帮助我 比如说我私恋了 那我就很痛苦 这个痛苦神没有办法 沉默到我们的痛苦的心 最近那段时间呢 我也不是最近应该很长的时间 我就是接触到四个人 就是私恋的这个四个人 有三个人跟我讲过要至杀 就是私恋的人 有弟兄也有姐妹 他们讲到的都是要至杀 那这四个人当中呢 有三个人真的是靠着耶稣的爱走出来的 你看到他如果我们想 很多人是这样想 我这个撕裂了 我马上怎么换一个另一个对象 我从这边出来赶紧找对象 很多人是这样的 这个人我和他分手 我马上再找一个 那个分手我马上再找一个 可是换来换去 你看到怎么样 你受伤的心会更深 然后呢并且也没有得到解决 当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边 得到耶稣的那个最深的爱 而不再去在我世上的那个感情 这样呢就能够走出来 然后对接下来的感情 会有个正确的看法 不会把全身心投在 那个恋爱的那个感情上面 所以你看到啊 耶稣基督的爱是生到你 生命当中所有我们认为 达不到的地方 真的是感谢神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是三个人从 那个就是要死的这个状况当中 就是天天想要至杀的状况当中 走了出来 你说耶稣的爱生到哪里啊 生到地狱的一个里面 你本来就已经下到地狱 可是他却把你从地狱中拽出来 使你能够成为他的儿女 得到永生 这是耶稣基督的爱 是极深的爱 不要觉得我们三位当中 很多的痛苦 包括隐藏在自己内心的 冤不知道的那些东西 神都能够医治 只要你给耶稣祷告 跟他求 把你的这些痛苦 带到他的面前都能够得到医治 所以没有神触及不到的深的痛苦 没有神触及不到的 就是我们愿意自己走不出来的这些环境 这是第三点 第三点呢 第四点呢 我们从性质上来看 基督的爱是什么样 是最高超的 他的爱是高超到什么程度呢 他高到高过诸天 达到天庭 他从此死里复活 那生上高天 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呢 一同以基督 坐在天上 我们的生活呢 在地上 基督徒的生活是 在地由在天的生活 主耶稣基督 他从死里复活 生上高天 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那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虽然在地上 可是我们的灵 却和耶稣相通 他住在天上 等于说也把我们带到了天上 你想想 耶稣的爱就这样把我们 从这个地上带到天上 他的爱是有耻的高超 使我们从地上 借了耶稣就升到高天 世上的人没有这样的爱 世上的人的爱是 极短暂极不可靠的 只有神的爱 是让我们最放心的 虽然神的爱是这样的完全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地经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 是在神的身体当中 我们只是局部的 只有整个教会 所有的众生不在一起 才能够彰显神的完全的爱 有人用那个十字架 来形容耶稣基督 他那个长阔高深的爱 也就是说把耶稣基督 这个十字架的重当 比喻成什么 就是三右弟弟直达高天 是从地一直到高天的 这个十字架的重肝 把横肝呢 比喻成耶稣基督张开的双臂 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 他使我们通过耶稣的身体 从地上直接达到天庭 耶稣基督张开双臂 他就是向我们呼召我们 来邀请我们 进入他的爱里边 他用他的双臂来拥抱我们 这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这样的厚爱我们 他是我们人生的救主 我们有这样一位救主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去更多的认识他 知道他 去了解他 并且来回应他 这个回应呢 当然就是说我们要经历 有神的话语 我们要去行 行的时候 你才能知道耶稣有多爱你 如果你只知道神的话语 不去行 你只是空谈 没有用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耶稣有多爱你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 要去行 无论大事小事 交托他 然后去等待 然后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你马上就能够经历到 神无比的爱 第四点呢 就是求神教我们 被他的丰盛所充满 十九节这样说 并知道这爱是贵于人所能彻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 我们对基督的爱所知道的 我刚才讲过 我们只是那一点点 而神给我们的爱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怎么才能够被神的爱充满呢 我们只能谦卑对他的面前 如果我们骄傲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被神的爱充满 因为我们骄傲 我们就不用神 我们觉得自己可以 可是在我们签名对神的面前 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贫穷的 瞎眼的 瘸腿的 知道我们自己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们求神来帮助的时候 神就用他的爱充满我们 神就用他的灵浇灌我们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被神丰盛的生命所充满 所以我们也要求神 让他丰盛的生命来充满我们 是我们的生命不停地在爱的根基上被建造 是我们能够成为神圣洁的儿女 神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 第三点呢 就是说祷告的结果 刚才讲到祷告的根据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那现在讲的就是 我们祷告以后结果是什么 经文章二十八十一章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 当我们向神区区祷告的时候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边的 这个圣灵的能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 我们的祷告 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因为他的期望呢 比我们高 神的期望比我们所求的还高 所以当我们上的祷告的时候 神给我们成就的 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 哎呀我求的是这个 他却给我们比这更多的 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 因为他对我们的期望高 他要给我们的也是更高的 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屈膝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和他的心意 和他的旨意 那我们所得到的 这个祷告的结果就是 超过我们所求 超过我们所想的 是充充足足的 在这里呢 就是让我想到 我女儿三年前 在大陆结婚的时候 呃我 我是在另一个城市 结婚的 我在那个城市生活了三四年 也就是说我女儿呢 都是在那边长大 生活了二十多年啊 那就是说我女儿 嫁到大陆的时候 是嫁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是我母亲的城市 而我母亲的城市 却不是我呆的地方 我对那个城市非常的陌生 那当女儿嫁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 我们对那边就是 没有亲戏就是我自己的几个妹妹弟弟 然后呢 没有朋友 也没有同学 就是没有什么朋友 那女儿到那边结婚的时候 我心里边其实 在想啊 因为女儿是在这边长大的 她是在他们教会 长大了 那新兴教会呢 也有千八百人的这个聚会 一堂最少没有十五百人 那时候我想说 真的希望我女儿有一个很漂亮的婚礼 有很多的这个官礼的弟兄姐妹在这边 我当时就是因为女儿已经到年龄了 我一直这么想啊 就希望女儿有一个很漂亮的婚礼在教会里边 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来为她祝福 可是当我女儿要回大陆嫁人的时候 我心里边就想这个 这个希望已经没有了 一是我没有亲戚 也没有 更多的亲戚 也没有朋友 又没有同学 我的朋友都是在另一个城市啊 所以当女儿回去结婚的时候呢 我也不便去通知以前的朋友来到这边 因为太麻烦别人 而我的女婿呢 在他们那边呢 也是没有什么亲戚 就那么几个人 所以两家家在一起呢 都不超过七八十人 就是那么整个人坐在那边 当时我就想呢 这个婚礼应该是很冷清的一个婚礼 然后呢 他们的那个婚礼的教堂 是在我母亲那个城市最大的教堂 有三千多人聚会的一个教堂 聚会的时候呢 不是 婚礼的时候呢 是赶在了星期六 因为他们主日是不给举行婚礼的 那在星期六的时候 就是为他们预备了这个婚礼的场所 预备时间 可是当我们去 在那个教堂几位婚礼的时候 就是让我非常的惊讶 教堂里边坐得满满的人 黑压压的 看起来至少有七八百人 我就觉得很奇妙 神祺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人呢 那是星期六啊 可是后来我就知道 就是在最近的那段时间里边 他们教会就是为了一个 一项服事 然后在星期六的时候 兴起祷告 所有的军事姐妹们 这周六的时候就来参加祷告会 然后那一天呢 牧师就讲说 今天祷告会结束以后呢 有弟兄姐妹要在这边举行婚礼 希望大家留下 有时间的话留下 那当他们讲到说 要举行婚礼的时候 所有的弟兄姐妹 好像都留在那边 没有咒的 所以当我女儿进来的时候 我们全家一进来的时候 一看到那个场景 当时就惊呆了 我就非常的惊讶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女儿会有这么棒的一个婚礼 真的是 我只是想了一下 我并没有向神祈求 可是神呢 就是他的成就超过我们的 说就说想 非常的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到 在我们神的面前 按照他的心意 行在他的旨意当中 就是说求神帮助我们 然后求神吹听我们的祷告 对付我们的罪 神给我们的都是什么 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 很感谢神 我希望听证者们 都能够经历到 神这样的恩典 因为神的恩典 是给我们所有人的 不是给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慕哲的 神的恩典 是给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 我们都能够经历到 这种丰丰富富的赤鱼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神是 这个宇宙大家庭中的神 神是天使的神 他也是世上万民的神 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 称神为父 天上地下的万家 都是从他得名 因为是从神 给我们起的名字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 是从他来的 你要知道我们的神 神是这宇宙万物的神 祂是有无穷无尽的 这个丰盛的荣耀 去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在祂的面前呢 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惧怕 也没有任何的缺乏 要知道我们的神 祂是坚贵荣耀 满有怜悯 又是慈爱 全能的神 我们一定知道 我们的神是 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我们凡事要借着 祷告或祈求 然后交托给祂 我们就会 在等待中 经历到祂的 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的 这个供给 这是我们这样 真实的神 所以说我们 人生无论有多么软弱 我们的人生 无论有多么的苦楚 现在有这样的神 我们交托给祂 我们就不会再惧怕 所以希望 这些姐妹们能够 更多的经历神 在经历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 这是我和大家 今天要分享的信息 那让我们一起来 低头祷告 愿望天赴我们感谢你 求你引导我们 更多的认识你 让我们知道 你是怎样的一位父亲 也求你帮助我们 不仅是在道路上 不仅是在道理上 知道你 也要在人生的经历中 去明白你 好 让我们每个人 也让宗教会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更多的彰显你 也让我们在 我们的生命当中 借着我们行的过程当中 使你能够得着荣耀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堂名求 咱们 谢谢大家